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禁让人好奇 宋佳的演技一片好评 配合个人风评却差得一塌糊涂 她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游离在已婚男人之间 6月17日 上海电影节闭幕式的红毯上 宋佳穿着一身透视礼服现身金绝酱 不少网友直呼 太大胆 柔色的薄纱覆盖上半身 要是没有几片黑色布料的折挡 就跟没穿一样 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 不禁让人浮想脸片 宋佳的穿衣时而优雅 时而知性 但出席活动时 更多的是开放大胆的穿着 在一次次活动中 宋佳穿了一片亮色蕾丝连衣裙现身 仅身剪裁 身为设计 十分惊艳 除了连衣裙 宋佳也十分钟爱西装 不过她的西装可不是一般的西装 而是内有乾坤 厚实的西装里面藏着薄如产衣的黑色青纱 事业线一览无语 除了活动 宋佳私下的穿搭也十分大胆 2015年 微博上曝光了一组宋佳度假的泳装照 宋佳打扮清凉 只穿了一件黑色吊带背心 慵懒中透露着成熟的味道 其实穿衣有争议 也只是外表 真正导致她风平败坏的还是她的个人品性 宋佳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同小爸妈对她非常宠爱 可谓是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也养成了她刁满任性的性格 上学期间 她并不是用心学习 反而喜欢欺负其他同学 经常把同学弄哭 欺得老是跟宋佳的父母告状 但是宋佳的父母却不以为然 认为孩子还小 只是调皮而已 后来宋佳越来越管不住 妈妈也着急起来 后来宋佳的母亲听别人说 学习音乐能够修身养性 于是就跟宋佳商量去学习柳琴 宋佳出于好奇 就答应了妈妈的要求 可是不到几天 新鲜感退去之后 宋佳开始讨厌学钱了 觉得每天恋琴实在太辛苦 太无聊了 于是想尽办法逃学 由于逃学太多次了 老师拿它实在没有办法 于是宋佳的妈妈狠下心来 把她揍了一顿 果然宋佳很快就老老实实练琴了 但是没过几天 宋佳又开始远行立路了 心想逃学不行 那我把琴砸坏 不就可以不学了吗 可是宋佳的妈妈太了解宋佳了 只要砸坏 马上就买新的琴 这下宋佳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能老老实实学琴 宋佳虽然调皮 但是天赋异病 脑子很灵活 所以柳琴学得很不错 上了高中之后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贪玩 调皮任性 宋佳的文化课成绩并不理想 好在艺术成绩不错 很幸运的是 2000年 宋佳顺利拿到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通知书 但是还没来得及报名 她就碰到了范芷博世界 她觉得宋佳又高又瘦 脸蛋也很漂亮 很适合当演员 异语点醒梦中人 宋佳本身也不是那么喜欢音乐 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偷偷去报了上海戏剧学院 很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她 电视的时候完全不在状态 甚至扬相版出 可令人惊喜的是 宋佳竟然被上席录取了 进入大学后 表演对宋佳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掐上她从小就不爱学习 所以在班上的成绩经常排在倒数 东北大牛本身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虽然不爱学习 但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宋佳心里很不服气 于是开始努力学习 每天用心钻研表演 很快 宋佳在大学期间就接到了不少资源 大二那年 宋佳接到了出水芙蓉剧组的邀请 也就是在这部戏里面 宋佳碰到了初恋 陈龙 当时的陈龙已经小有名气了 而且长得英俊帅气 宋佳对他也颇有好感 因为还在上大学的宋佳 表演经验很欠缺 所以陈龙经常给他讲戏 还对宋佳贴心照顾 加油鼓励 有一次宋佳拍一场戏 可是怎么都拍不好 要不就是台词说错 要不就是情绪不在状态 工作人员都有些不耐烦了 可越是这样 宋佳越是紧张 脸上的通红 手也紧张地五处安放 台词本都捏成一团了 戏还是没过 这时陈龙站出来说 我看大家都有点累了 不如先休息一下 我给大家买了咖啡 这时的宋佳才松了一口气 陈龙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不要紧张 你就当周围的人都不存在 只有你一个人在演戏 从此以后 宋佳对陈龙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陈龙也被这个青色漂亮的姑娘吸引 两人在片场 也是打得十分火热 终于有一天 陈龙对宋佳表白了 本身就对陈龙放心按许的宋佳 自然就答应了在一起 就这样甜甜蜜蜜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狂派经纪人王金花 邀请宋佳去北京发展 面对事业和爱情的抉择 宋佳心里无比矛盾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事业 神痛抛弃了初恋陈龙 来到北京之后 宋佳的资源一路飙升 先后出演了《好奇心害子猫》 《传关东》等爆红电视剧 宋佳在演艺圈也因此名声大噪 贴心也越来越大 他已经不满足于现状 于是开始寻找更有名气的导演 与此偶然的机会 宋佳遇到了张黎导演 表达了自己对他的仰慕之情 张黎同样很欣赏宋佳的演技 一来二去 两人很自然地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当时的张黎在国内也是大导演级别了 横空出世 走向共和 夜宴等 都是他的代表作 但他的风流情史也是人尽皆知 当时五十岁的张黎已经结过五次婚了 娶的还是演员刘备 但是还是依然跟宋佳发展地下恋情 在拍摄《中国往事》时 张黎对宋佳偏爱有加 宋佳明明配角 但风头却压过了主角 宋佳还以聊剧本为友 经常出入张黎的房间 但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二十七岁宋佳和五十岁张的地下恋情 很快被曝光 但宋佳却不以为然 以敢爱敢恨回应了跟张黎的绯闻 此时张黎的老婆刘备还怀着孕 不仅没有责问张黎 还站出来支持她 表示自己相信张黎的人品 可是很快就打脸了 媒体拍到了宋佳一同外出有玩的照片 刘备这才知道自己的老公出轨了 于是就跟张黎离婚了 这下正好满足了宋佳的心愿 从此光明正大跟张黎同居了 虽然有网友骂他小三 破坏别人家庭 但是宋佳却并不在意这些声音 认为爱了就是爱了 宋佳从此背上了小三 插足者的骂名 但这并不影响宋佳在演艺圈的发展 因为有张黎这座靠山 宋佳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好 直到同居五年后 张黎跟宋佳提出了结婚 可此时的宋佳却不愿意了 毕竟张黎已经有过五次婚姻了 很难保证我是最后一个女人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就此结束了 失恋后宋佳很是悲伤 只能靠音乐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胡逸中听到了摇滚歌手谢天孝创作的歌曲 觉得很疗愈 于是对谢天孝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甚至还跑到谢天孝的签名会见他 公然表示对他的崇拜 谢天孝面对美女演员的主动出击 根本招架不住 于是经常在一起探讨音乐 长期的探讨音乐很快变成了研究爱情 但是广大网友并不祝福这对男才女貌的情侣 还是对宋佳骂声一片 老毛病又犯了吧 又插足别人婚姻 因为此时的谢天孝也是已婚人士 而且长得比较狂野 外貌跟宋佳并不般配 可宋佳一向都是不在乎外界眼光的 依然我行我素 可谢天孝的老婆可不是软狮子 可以随意拿捏的 居然跟媒体爆料 宋佳身上有海的味道 把谢天孝吓得落荒而逃 宋佳有体味的消息很快传出 一度成为了大家的笑柄 这段感情也不了了之 也许是前两段不光彩的恋情 给宋佳造成了阴影 2016年 宋佳跟知名音乐人黄绍峰确立了恋爱关系 好在黄绍峰是单身 于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情 公开之后 黄绍峰还为宋佳创造歌曲 媒体还拍到他俩一起 在苏美岛度假的照片 感情好的羡煞旁人 不过这段感情也并没有结果 四年后 传言宋佳和黄绍峰已经分手 除了感情 宋佳的为人处事 说话情伤也一直被人诟病 2012年 在玉兰颁奖胜会上 宋佳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称号 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毕竟当年的《甄嬛传》实在太火了 宋佳上台领奖时 阴阳怪系地说 这个奖似乎很意外哦 镜头一下子怼到孙丽脸上 孙丽只能强装镇定 来掩饰脸上的尴尬 2019年 宋佳参加了姐姐的花店综艺 在节目中 她不仅懒散 还喜欢命令别人干活 更让网友气愤的是 她仗着自己豪爽直接的人设 在镜头中讽刺小S化妆包脏 不懂得爱自己等刺激的语言 直接把小S说得痛哭流涕 除今的宋佳42岁了 似乎也没什么绯闻了 事业依然蒸蒸日上 只是这么多年 也没有收起身上的棱角 演技好的演员确实让人喜欢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为大众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到期待 行动 我这边的词 我这边的词 上词 的词